我有請一對情侶幫我用 他們認為這是人類滅絕計畫 我跟你說我們女生打不贏這個杯 機牌妹曾江淳 30日舉行27歲生日會 醫生米色禮服露出傲人身材超有誠意 而同天她也宣布創立個人情緒用品品牌 對於首推產品自信滿滿 我有請一對情侶幫我用 因為我想要知道 純愛杯和女生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我請了一對情侶在親密的時候 先用純愛杯 然後再結合 結合什麼樣子 他們認為這是人類滅絕計畫 哈哈哈哈 我跟你說我們女生打不贏這個杯 真的假的 真的 大概花了多少錢 應該可以繳頭期款吧 有沒有聽到那個Po心 這跟 我這的時候把空氣全部吐掉的概念是一樣 哈哈哈哈 大家一臉疑惑 哈哈哈哈 手伸進去摸摸看 兩個通道是不一樣的 很豐富對不對 是不是異世界 哈哈哈哈 非常的B人 對啊 是不是人類滅絕計畫 人類滅絕計畫 真的 真的 如果有第四個願望的話 我就希望她可以不要再叫我自己表妹 我覺得27歲還要再被叫妹很奇怪 就不是不喜歡這個名字是 就感覺怪怪的 那現在就是還是單身 我覺得我越來越沒有感情發展的機會 他就是人類滅絕地 哈哈哈哈 終結自己的感情 這是老天爺給我的懲罰 我只是覺得這樣的關係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可怕 可是真的要實踐也要找人一起實踐 沒有人要跟我實踐啊 你覺得越來越沒有是你有感受到桃花變少 可能我自己的社交圈本來就很小 很難認識到新朋友 然後 跟我在一起的男生應該也很少 那光是之前聊股票 說買大力光 光這件事情就可以嚇跑多少男生 管黨最近的事情 有啊 有看到啊 看起來真的蠻痛的 那電眼都假的 像是因為管黨他其實平常會聊蠻多事情 那你會不會覺得遇到之後 我想他遇到這件事情 應該和公開評論時是沒有關係吧 所以你自己當時你自己看到 會到很意外嗎 我沒有感覺 因為我和館長沒有見過面 那如果我要 對每一個被槍擊的人有感覺的話 那可能關心不完吧 謝謝 會很冷血嗎 不會啊 不會啊 是不是 不然 不能 這樣 現在 就 … 對